2001年曾志伟公开吐槽宋祖儿长得丑 没想到却被人用烟灰缸砸破了脑袋 当时宋祖儿正在参加一场颁奖典礼 作为颁奖嘉宾的曾志伟一时口快嘲笑了荣祖儿的爆牙 还来了一段模仿 也不知道是不是有意为之 曾志伟的好朋友梁思浩在南望金销的舞台上 恰巧扮演的也是荣祖儿 还在舞台上公然暗示他被大佬养着 14天后两人一同去酒吧娱乐 结果没想到被三名大汉用木棍和烟灰缸给教训了一顿 其中梁思浩的脸直接被扇肿了 还遭到了电视台的封杀 最后给荣祖儿写了悔过书 并亲自向他道歉 这才得以解决 而曾志伟被打的去医院缝了29针 事发后他气急败坏的出家100万要找到凶手 还去了警局提供线索 希望可以早日抓到凶手 很快警方就根据曾志伟提供的线索找到了荣祖儿 并将他带回了酒龙总部 虽然荣祖儿只被关了一天 最后花了2000元保释了出来 但他和曾志伟之间的梁子算是结下了 而曾志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却不敢说自己被打了 之后在一次颁奖典礼上 还主动与荣祖儿握手言和 这一举动不禁让所有观众都惊掉了下巴 要知道曾志伟的爸爸可是前香港探长 他的好友邓光荣也是圈内的老大哥 能让曾志伟认怂到这个地步 可见对方来头不小 后来经过网友的深巴才了解到 荣祖儿在大火之后 就被娱乐之王杨寿成认作了干女儿 而杨寿成很宠这个干女儿 那个时候全香港都不看好荣祖儿 面对这个问题 杨寿成的方法也是简单粗暴 就是两个字砸钱 看不顺眼 那我就让你看到顺眼为止 他买断了当时整个香港所有的媒体封面 全部刊登上荣祖儿的照片 整整刊登了一个月 通过这样的方式 让荣祖儿的形象深深的刻在大众的脑子里 不得不承认 有这么一位大佬在背后支持 难怪荣祖儿就算是得罪了曾志伟 也可以全身而退 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 多年后 自己竟然会被一个十八线演员弃哭 曾经斗过曾志伟的荣祖儿 如今却被一个十八线小演员作到哭 在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时 荣祖儿这一组 被分到了一首难度很高的歌 这首歌有多难呢 就连实力派歌手江永荣都这样评价 非常难唱的歌 前面情绪非常饱满 对歌手而已都非常难 尽管听到专业歌手这样评价 陈晓云依旧表示自己想唱开场 大家纷纷委婉地劝说到 这首歌头要开得很好 可陈晓云依旧固执己见 这让作为队长的荣祖儿很是为难 因为如果开头唱不好 那么他们这组将整段垮掉 这个时候音乐总监就决定 让陈晓云现场唱一段 没想到陈晓云这个时候 又担心自己唱不好 当场就哭了 还把歌推给了荣祖儿 再怎么说 荣祖儿也是在娱乐圈里 混了几十年的老江湖 见陈晓云哭 她也哭了 机智地化解了 谁弱谁有理的这种道德绑架 都做到这一份上了 人情也得坐近 最后荣祖儿又接连对着陈晓云 说了三句对不起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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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同意让他唱歌曲的第一段 而荣祖儿自己唱的是高音部分 但是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不尽人意 还有人评价陈晓云 声音就像是在KTV里唱K一样 没有丝毫起伏 曾在娱乐圈里 征战了半生的荣祖儿 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有一天 竟然可以被一个 十八线小演员气哭 我想请问一下 我的经理人在哪儿 我自己来了 没有贺文西 就没有今天的荣祖儿 英皇一姐和金牌经纪人之间的故事 开始于一句 她真的是天后 当年荣祖儿进入英皇后 很多人都不看好她 觉得她长得既不好看 唱歌也不是很出众 没什么培养价值 但是这个时候 霍文西立牌 忠义地表示 荣祖儿绝对是未来的天后 在她的努力下 英皇给了荣祖儿三个月的时间 让她脱胎换骨 后来为了支持荣祖儿 霍文西就亲自当起了 荣祖儿的经纪人 带领着她一起向前 霍文西对荣祖儿要求十分严格 她不断地要求荣祖儿减肥 不可以吃主食 也不可以长胖 有一次荣祖儿偷偷地 在桌子底下偷吃薯片 恰巧霍文西进来了 吓得荣祖儿大气都不敢出 但霍文西却很快就离开了 后来荣祖儿才知道 其实那个时候 霍文西早就看见 她在桌子底下偷吃 但是没有出声 因为她也希望荣祖儿 可以解解馋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荣祖儿知道了 霍文西的良苦用心 一边减肥 一边没日没夜地练习 在霍文西的帮助下 荣祖儿硬是跳出了 固有的美女歌手模式 闯入香港女歌手收入榜前列 当荣祖儿拿到人生中第一个大奖时 她抱着奖杯 开口第一句话就是 我想请问一下 我的经理人在哪儿 谢谢你了 此时台下的霍文西早已泪流满面 但她还是骄傲地 看着舞台上闪闪发光的荣祖儿 二人都因为彼此成了更好的人 成名之后 荣祖儿也成了英皇最大的姚前树 当时有人问她 现在已经是天皇级别了 为什么不离开霍文西自己当老板 而荣祖儿这个时候则斩钉截铁地表示 我们两个人的相处模式像姐妹 更像母女 早就超过了简单的工作关系 以后依旧会在一起 面对圈子中的风风雨雨